各位小七車觀點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七 我今天來到玉龍Nissan的展示中心 今天我們來參加的是 全新一代的Nissan X-Trail e-Power的發表會 這一代全新大改款的X-Trail 它最先發表的是由日本原裝進口的e-Power車型 當然大家最關心的國產化的車型 預估在今年也就是2023年底前會正式來上市 首播上市的是日本原裝進口的e-Power車型 今天2月14號發表的車型算是正式發表了 當然從去年年底開始 玉龍就一路操作了VIP的預賞會 在預賞會尋回全台灣的過程當中 600台今年度的配額已經賣完了 但是在今天發表會的時候也正式宣布說 已經向日本原廠積極爭取配額 應該還會有比600台再多一些的配額 目前也持續接單 目前接單的狀況也破了1000多台了 所以現在的發表會 當然如果現在才要訂的話 勢必要等一陣子 這個車是屬於大改款的車型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可以說是內外全新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這一波發表 它搭載的是E-Power的動力 那E-Power的動力呢 它結合了1.5升的直列三缸的渦輪增壓 汽油引擎 加上前後的電動馬達 所以這一次引進的車型呢 是E-Force的四驅的車型 那它的綜合馬力呢 是213P 所以在性能看簡單上呢 已經跟現在的X-Trail 已經是完全不一樣了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這一次他們溝通的重點是 這是一部不用充電的純電車 為什麼呢 因為馬達基本上是一個發電的功能 它主要是靠馬達來驅動的 所以是靠電力驅動的 馬達只是一個發電器的功能 這個是比較新的概念 所以這個E-Power也是它非常特殊的地方 那這一次上市的大概一款 X-Trail E-Power的車型呢 只有單一規格 它的報價是151.9萬 那當然你可以有兩個選擇 一個呢是選擇黑內裝 還有雙色的外觀 它的建議售價是153.9萬 那如果你選擇的是 我們像今天這一台 橘色的內裝配上雙色的外觀的話 會是155.9萬 那現在呢 總代理呢也推出了一個方案 就是從上市的2月14號開始到3月底為止 透過線上預訂 這一台車的話呢 就可以享有鋰電池的8年16萬公里保固 再加上呢 萬元的配件金或者是 這個高額度低利率的購車的專案 這一些優惠 那當然造型上也採用分離式頭燈的設計 那尾燈的話呢也有一些新意 在內裝方面呢 比較特別的是 它採用了12.3寸的全數位儀表 還有呢它也搭載了標準配備 10.8寸的HUD抬頭顯示器 那同時呢 車載系統也升級了12.3寸的車載系統 那在配備方面呢 它也除了搭配頂規的PE之外呢 也有9支喇叭的BOSS音響 這樣隔音方面 除了加上隔音之外呢 也有雙層玻璃的配置 所以這一次的配置呢 只有引進單一規格 就是最頂的規格 那內裝上 我們來看它的整個做工 也對比於現行款 是比較細緻的一個做工 那當然大家最好奇的是 這一台車到底開起來的表現怎麼樣 那請各位 各位在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再隔一週的下週 我們就會進行試駕了 所以我們到時候呢 在下週我們會以最快的速度 提供給大家試駕的影片 那再請大家敬請期待囉 那以上就是今天 我們帶給你們的一些資訊 那對這台車有任何的看法的話 都歡迎利用這下留言 那最後當然提醒大家 不要忘了訂閱 還有期待我們實際上的試駕影片 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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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